再过几天,火箭的大部分球员,就将开赴巴哈马,进行第一次合列集训,也许是为了给新队友们留下一个不错的第一眼下,安东尼这段时间也在加紧训练,而他的状态也越来越出色。 就在昨天,一段最新的安东尼训练视频在网上流出,他和湘珀特、伯巴马里亚诺维奇等球员,一起在球馆里打训练赛,比赛期间,一个熟悉的面孔也在比赛中出现,他就是火箭旧家维福,2008-09赛季,维福曾经和姚宁、麦蒂一起效力与火箭,他在那儿打了63场比赛,场均9点细分, 维福和安东尼直接对位,而且防得非常卖力,可是安东尼的手感确实出色,即便维福已经封到脸上,他依然连头连钟,这位火箭旧家,在安东尼面前还真是没有什么招架之力。 不只是面对文符,大防守更出色的前队友香珀特,安东尼也是信心满满,中距离,三分线,拔起旧头,让人仿佛看到了几年前的安东尼,整场比赛打下来,安东尼全身被汗水浸透,和刚从北周回来时对比,他似乎也瘦了一些, 以这样的状态去巴哈马参加集训,想必会得到火箭队友们的点赞。 从这次训练视频来看,安东尼更多的是展示了自己在一对一时的技巧和能力,在中远距离投篮方面,安东尼的功底就摆在那儿,他的到来,扩进一部丰富火箭的打法,让保罗和哈登在进攻端的压力继续减轻。 对于安东尼本人来,说,进入火箭这套体系打球,也会更加轻松,他不需要太费力的单打,而是随时做好准备,把灯泡传来的球命中即可。 接球即胜方面,保罗的传球总是能带来不小的加成,安东尼有望在火箭营来出敌反弹,特别是命中率方面有所提升。 当然,如果防守端的安东尼,也能有进攻端这样的投入,火箭的防守未必会下降到人们预期中的那么糟糕。 哈登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,论防守技巧,他并不比安东尼强多少,但防守是一项勤能捕捉的技术,只要愿意防守,努力防守,防守表现就能有所提升。 哈登能撕掉眼神防守的标签,靠的就是这份积极以及队友的提醒与帮助。 过去一年,哈登在防守端的进步,同样有望在安东尼的身上实现,有了好友保罗在旁督促,安东尼的表现应该至少会优于雷霆时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K